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Pak Song事件的最新后续 4月4号 Pak Song的亲哥哥方对媒体表示 刺激于Pak Song的矛盾 并不是因为财产问题 而是Pak Song的1993年生女朋友的问题而引起的 1993年出生的女朋友 目前是Pak Song居住的长安东公寓的民营人 这公寓本来是Pak Song与母亲共同名下的房产 但是去年以买卖的方式 过呼到1993年生的女朋友名下了 母亲因为Pak Song说要卖掉公寓 所以将印章交给了她 但是没想到真的成交了 然后去年过年的时候 Pak Song本来要将女朋友介绍给家人们 但是因为一些事情没能进行 所以在那之后 与Pak Song的矛盾也变得越来越大 从6月开始两个人的关系就完全分裂了 之后Pak Song从父亲那里拿走了法人存款 8月Pak Song亲哥哥将转账用的认证书等交给了Pak Song 关于Pak Song亲哥哥的女儿儿子 持有10%公司股份的部分 是因为有利于节税财那样做的 对于亲哥哥的孩子们持有Pak Song公司股份的事情 Pak Song也是这次才知道的 所以总结一下亲哥哥方的主张就是 自己没有侵占财产挪用公款 公司所有存款也就是钱 现在都在Pak Song的手中 这所有矛盾都不是因为财产 而是因为家人反对1993年出生的29岁女朋友而引起的 在这里最傻眼的地方是 不知道为什么Pak Song的亲哥哥方 一直强调女朋友是1993年出生这么私人的事情 难道是因为Pak Song是1970年生52岁 女朋友是1993年生29岁 两个人年龄相差的有点多 所以就想要抹黑Pak Song的形象吗 而就在前一天 一位自称是Pak Song亲哥哥朋友的网友也在网上留言 我对Pak Song很熟悉 Pak Song现在并不是身无分文 他有很多房产 然后Pak Song常去海外旅游去夜店 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花很多钱 嗯? 不是 整个事件到今天 一直都是在说Pak Song被亲哥哥骗了100亿 并没有人说过Pak Song身无分文 然后用自己赚的钱去海外旅游去夜店 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花很多钱 不行吗? 这整个事件的重点是 Pak Song亲哥哥侵占了Pak Song的出演费合约记 不用公款擅自使用公司信用卡的部分 以及所有收益都是来自Pak Song的出演费的法人公司 Pak Song竟然没有一点股份 100%都是由亲哥哥一家人持股的部分 而并不是Pak Song的私生活 可能Pak Song亲哥哥或者是这位网友以为 这样爆料Pak Song私生活的话 风向就会有所改变 但是反而出现了反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不是 要你还钱 为什么说这些没用的私生活呢? 却海外旅游 去夜店 乱花钱的话 就可以侵占别人的财产吗? 一直强调93年生的部分也很恶心 又不是03年生 见快30岁的人不行吗? 如果真的是堂堂正正的 不应该要跟Pak Song见面解开误会吗? 为什么一直躲避呢? 看了亲哥哥的反驳 更确信是他们做错了 赶紧还钱吧 骗了弟弟30年 最近Pak Song才把公司存款等拿走了 却好像是在说 从一开始公司所有资金都是由Pak Song管理一样 想接受女朋友因为一些事情没能进行 不就是因为你们拼了命的反对而造成的吗? 目前 跟一心想要抹黑Pak Song的亲哥哥不一样 Pak Song在提交高诉状之前 只是向亲哥哥主张了 自己打拼了30年应该要得到的部分 关于奴用公款等部分将不会追究 但是亲哥哥始终都没有接受 没有回复 Pak Song也只好依靠法律的力量来解决这件事情了 对于Pak Song亲哥哥的反驳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阿东女子权以恰恰的IG被质疑到后的消息 昨天阿东女子权哥哥一恰恰在IG上传了与妹妹的合照 然后留言 因为跟平常不一样的甜蜜留言 所以很多网友们就怀疑 是不是被盗号了 不是被罚应该就是被盗号 本来刚退伍后就会突然这样 对 退伍后会暂时涌出很多家族案 很快就会恢复正常的 这是不是另一种折磨妹妹的方式呢? 但是过不久发生了更让人惊讶的事情 妹妹一虽然也在下面回复了 爱心 啊什么啊 两个人都被盗号了吗? 什么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 是父母亲的生日吗?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